持名即是,甚甚不如。 我们看念老的愿文,念得纯熟,万愿放下,能夙顿空即是无度, 这一段的话非常重要,要念得纯熟,念得纯熟不难,万愿放下难,万愿不放下, 虽然成熟还是有障碍,有妄想有杂念,你的功夫不纯,必须能夙顿空,赶快放下,不要拖泥带水, 静是慢慢放下,灯是一时放下,我明白了,我搞清楚了,我马上就放下, 这就是金刚经上讲的无助,无助就是亲近平等心心,与此致时, 这个时候,一句佛号,朗然明本,相许不断,这就是身心,这是用金刚不如, 持明念佛号,此本师众生行不到处,因无所住而生其心,佛对谁说的,对上上根人说的, 上上根人在中国的代表,就是陈宗六祖会能打死,他在这八个字,大彻大悟,鸣心渐心, 做佛号,我们走,我们走,禅宗,走般若这个法门,我们走不到,但是,一念佛顾, 自,只是今天,现在,我们用念佛这个法门,暗后到妙,暗中,跟硬无所住而生其心, 和硬了,这一个法普天心,一向专念,真的, 更无住身心的,相应了,不行而行,无道而道, 我们并没有修,我们并没有修,自自然而念这句佛号,跟无住身心相应, 达到无住身心的境界,就无道而道, 然后才知道,句句是佛之间,无论是念六个字,是念四个字, 阿弥陀佛是佛知佛见, 念念念放不如光, 深深佛号,都放大不如光明